新一季国会复会后 今早出现了别开生面的一幕 朝野议员共同宣读国家原则后 才开始商讨国家大事 下议院业长丹斯里佐哈里 也提醒议员们 必须好好地履行当中的五项承诺 在国会殿堂树立好榜样 不把个人恩怨带入神圣的议会殿堂 国会下议院今早十点复会 下议院议长丹斯里佐哈里 亲自主持上午会议 但在开始之前 出现了别开生面的画面 随着国家团结部去年寻求内阁批准 宣读完整的国家原则措施 国会下议院今天开创先河 从今往后 全体国会议员都必须在议会开始之前 朗读完整的国家原则 那今天是由国会下议院秘书 尼赞麦定的带领下 一众人民代议室 宣读了这个国家原则 国家团结部部长拿督艾伦达干 昨天就发文告指出 这项新措施主要是为了提倡我国的团结精神 消除人民之间的仇恨 完成宣誓后 佐哈里提醒全体国会议员 应该好好履行自己所宣读的国家原则承诺 在高尚的国会殿堂树立好榜样 无论是发言或在辩论 都应该展现成熟礼貌的一面 议长再三劝诫议员 不要把议会厅外的纷纷扰扰 带入议会厅内争论不休 否则议长和副议长 就会采取严厉行动 不会多加容忍 我们刚才才能够议员 我和我 都已经发现了五个规则 我希望员能够成功 我可以采取与法律的 我也想要证明 我已经证明了 我向我证明了 我决定 要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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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 夏议院今天也在议会前 悼念上星期三与日常词的 沙拉越前周元首 敦太义麻木 佐哈里指出 这名资深领袖 生前曾经就任沙拉越首长 和哥打三马拉汗区国会议员 更在内阁多个部门任职 因此静默一分钟表达深切哀悼 之后 朝野议员们开始商讨各项议题 并在议长的主持下 有条不文的就事论事 马兴社电视 崇伟伦 采访报道